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刚刚考完的2024年的龙中华第一次统策出商的几何 看起来考卷是不难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不写完整了 但是我会口头跟你们讲是要讲写的 第一题如图一所示 欧为原新 ABCDE都在原上的点 AB的弧等于CD的弧 然后呢 CED是40度 请问COD是多少度 这个肯定的就会变成了80度 原因是因为同弧所对的圆周角为圆形角的一半 或者你讲圆形角是圆周角的两倍 都应该都可以的了 OK 然后呢 然后呢 AOD的角是多少 AOB的角是多少 也是80度 原因在这一边 他给了你 AB的弧等于CD的弧 根据圆形角定理 应该是圆形角定理 或者你可以讲说 等弧所对的圆形角相等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OK 六分 我真的是不知道怎样打六分 原因 这个是原因 计算 答案 三分 然后呢 这个也是原因 没有计算 OK 应该就是这里六分 这样子 非常简单 如图二所示 O是圆形 QSTU是圆上的点 PQR是切线 PQU是35度 QST是110度 求XYZ的角 那很多时候 他其实顺着来的 他写XYZ 他又真的是先找X 再找Y再找Z Z的话 我个人是觉得 他可以独立 就是说你可以先找Z 没有关系 反正他就是不需要去找 不需要依赖X跟Y 就可以找到了角 那我们跟着顺序 先找X的话 X跟这个110度 他是多少呢 就是加起来会等于180度 那这个原理叫做 圆内接四边形 对角互补 OK 所以X加110 等于180 X就会等于70 过后Y呢 就会是等于140 就是这个XZ变成2 原因是因为 他是同虎所对于的 圆心脚 是圆周脚的两倍 就这样子了 过后呢 我们有切线 跟半径会垂直 我不知道叫什么定理 你可以讲是切线的一个性质吧 切线的性质 PQO 会是90度 然后呢 90度减35度 就会等于55度 等于这个Z OK 简单 没有问题 OK 可以 大概就这样 我给的做法 应该是我刚才看了一遍 是最 最简化的啦 当然有些同学 就讲 老师我可以找这个 呃 语言 旋切角 旋切角 好像有什么 哎呀 OK 应该 其他方法应该是 也找不了 我们再看一下第三题 如图三所示 O是圆星 ABCD 是圆上的点 AOC 是直径 BD 是直线 交 相较于点E 就是跟那个AC直径 相较于点E 脚C 是45度 脚DAE 是70度 还要你证明ABC 是等要直角三角形 那其实我们只要 找到这个角是直角 原因是什么 半圆含直角 OK 半圆含直角 然后呢 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呢 就会是45度 呃 45度 你可以用90度 减45度 这个就自然的是45度 也就是AB 是等于BC的 你可以用 等 什么 等 等 等角对等边 等角对等边 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ABC是一个 等要直角三角形 再接下去呢 X怎么找呢 你可以把这个45度 对应过来 啊 这个是同弧所对的 圆轴脚向等 又或者是你可以 把70度对应过去 啊 然后呢 下一步呢 就是用这个 X等于 70加45 就会等于115 啊 这边也是可以 70加45 等于115 这个是我们的三角形 Y角 等于两粒对角 适合 OK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X啊 再来看第四题 如图式 所示 欧式圆形 P L Q N 都在圆 上 P Q L N 是互相随直的 随直 在 M L M N 就是直径啊 LM 是8CM M N 是18CM 那 PQ 是多少呢 首先呢 你讲8加18 就会等于26 26 再除以2 就会等于13 那 13 就会是他半径了 啊 所以这个 OP 就会是13 OK 找到他直径再除以2 就找到半径了 过后呢 当然我们知道说 OL也是13 13减8 好 13减8 你就会得到5 OK 这个MO呢 就会是5 接下去呢 PM呢 就会等于12 啊 同样的 同样的是MQ呢 也会是12 这个你可以讲说 是叫 Tweet Tweet 是什么定理啊 随径定理 好像是这样啊 叫随径定理啊 就是说半径跟半径 除以值的旋 就会是平分 啊 就是平分的 所以PM是等于12 MQ也是等于12 12加12就会是他的PQ 所以等于24 OK 啊 就这样简单了 啊 呃 最后一题啦 有位同学跟我讲说 他以为4题而已 其实哈 你知道说 我们的统策是40分嘛 你知道看分数 哎 这个不到10分 这个也不到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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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4题去到40分 好 肯定是5题的吧 对不对 当然你更加 用心的去算那个 呃 那个数 那个分数的话 6加9是15 这个是7分 加8分 也是15 15加15是30 所以应该是还有一题的 OK 所以他给你两张纸 你要每一页去翻 OK 记得哈 考试的时候 你要每一页的看过一遍 啊 有没有少题目 这样子 第五题 最后一题啦 呃 稍微的难看一些 如图5所示 欧式圆星 PTRN 都在圆上 PR 是一条直线 SQ 和PQ 都是切线 切点在R和P 过后呢 我们有OPT 是28度 N OP 是80度 TRS 是52度 求X Y 和Z 也是跟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顺序 我们先找X的话呢 呃 我看到的是 我们可以用52度 对应过来 这个叫做选切角 好 这个TPR 就会是52度 所以X我们就找到了 52减28 就会等于 24 X等于24 对啊 对吧 对 ok 然后呢 Y是多少呢 你再观察一下 PON 和PRN 它应该是 同样的弧 一个是圆形角 一个是圆周角 所以Y呢 应该就会是40度啦 这个80度的一半 同虎所对的圆周角 是圆形角的一半 接下去呢 Z的话呢 啊 稍微的难一点 啊 ok 原因是 呃 我想这样 是谁啊 呃 N20 呃 啊 因为X找到了 是24 我们知道 OPR呢 就会是90度 ok 所以90度 减24度呢 你就会得到66度 然后呢 我们有一个叫做切线常定理 PQ是等于RQ的 所以呢 我们的PRQ呢 就会是一个等腰三角形 过后呢 我们也对应过来 这个角度也会是66度 Z怎么找呢 180-66-66 66加66呢 就会等于 12-12 132 所以我们呢 180-132呢 就会等于8-3 有什么我还要去 用手指的 这个Z呢 是48度 ok 啊 就找到了 好 我们用 呃 用到等腰三角形的一个 呃 的一个 等便对等脚的一个原理 然后呢 还有三角形内脚合 等于180度 这一份考卷老实说 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呃 只要你看到这个原理哦 它基本上一两步就可以找到 它要的角度了 ok 但是 但是我又必须要讲说 它这份考卷 也很 也很完整 所谓的完整 就是好像每一个原理都有考到 ok 像这一边呢 有考到圆周角跟圆形角的一个 呃 圆周角 圆周角 圆形角这个 呃 有考过的 然后 呃 半圆寒指角又有哦 等 等脚对等边又有哦 三角形外脚 等于两内对角之盒也有哦 同虎所对的圆周角相等又有 呃 啊 啊 有切形成定理 所以其实你讲它不难 但是它其实很 很面面俱到哦 每一个定理都有考到给大家 啊 大家 我个人觉得这样子的考试就已经很好了 啊 就是考大家知不知道所有的原理 呃 也不需要太难啊 啊 会的人就会啊 会的人呢 怎样挂 坡头 还是不会的 OK 这一份啊 希望大家可以考到很高分啊 啊 OK 大概是这样